Winner98正期赢家 各位轮源的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Winner98城市交易大军的队长Roger 我们现在画面上所看到的 这个是我们的总教头 OK那我们这一次这个城市交易大军 重磅回归 那相信各位都知道 我们轮源过去这个期货城市交易的胜率 都非常的好 那么首先 我们在做这个交易的目标是什么 好我相信大家在交易的目标 绝对不是追求稳赚不赔 我们要的就是赚多赔少 也就是高胜率 那如何能够高胜率呢 是不是就要经过大量的历史数据资料 去统计验证还有绩效的回撤 那这个统计跟验证还有绩效的回撤 我们建议大家这个资料 至少要是20年以上 这样你的资料才会完整 才会够广 那准度才会高 那确定这个胜率是高的 我们才会按照你原本设定的这个进场 出场停损 这个SOP去执行 那按照你原本的这个SOP去纪律执行 这件事情容易不容易 那这个就关系到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优势 也就是人性的部分 那人性要如何来克服呢 那我们在交易其实大家都知道 很容易因为两个因素困扰着我们 也就是所谓的这个恐惧跟贪婪 对不对 这个也是我们最常在网路上看到大家在讲的话题 OK那么我们有时候在交易 我举个例子打开账户来看 那有时候是获利的 目前是赚钱的对不对 那常常会因为当下的一些比如说不好的消息 觉得恐惧 例如说今年5月份的时候 我们的疫情是不是进入三级警戒 那很多人因为这个三级警戒 就觉得很恐惧 那就被吓到就吓跑了 导致说赚了一点点之后 5月份到后来我们的台湾加权指数是涨到了1万8 那后续这个很漂亮的到1万8的行情很多人都错过 这都非常的可惜 那城市交易就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因为好的讯号我们就是抓稳稳的报紧紧的 OK那再举另外一个也是赚钱的例子 那有的人在原本设定的这个获利的满足点已经达到了 那账户打开也赚钱了 可是有时候会因为那个幻想有没有 就觉得说接下来可能会有更好的行情 但是就失去了你原本设定获利要出厂的那个原意了 对不对 所以导致这个后来又跌回去 那不赚反赔对不对 那这个都非常的可惜 这个就是我们人性上面的一些弱点 所以我们要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情 才能够让我们真正的去达到赚多赔少 那么除了克服人性 请问一下大家 我们交易要不要盯盘 那当然要盯盘 因为我们在操作自己的资金 我们当然有这个责任去等待好的进场机会 对不对 那但是好的进场机会 台子期一天有19个小时在做交易 那好的机会在什么时候出现 不是我们可以决定的 是老天决定的 所以说什么时候有好的进场机会 我们是不是就要去等待 那一天19个小时 难道我们都在电脑前盯盘吗 所以这个是非常麻烦的 问题就来了 你要不要工作 你要不要陪家人 那即使你不需要工作 你也不用陪家人 你要不要吃饭 你要不要洗澡 你要不要休息 而且我们人可能会生病 对不对 我们不是机器嘛 所以说我们人为操盘 时长会因为生活中的各种状况 让我们去错过这个进场的好机会 好 那我们研究开发出 让我们能够安心交易 又能够有好的绩效的策略 请问这样子的成本高不高 好 那所以我们这里的成本呢 指的就是要降低我们研究开发的成本 好 那我们以最节省的方式来说 我们请工读生来帮我们研究统计资料 那再帮我们盯盘 那这样子就已经很省了 对不对 那一个工读生一小时的时期是多少 是不是160块 好 那我们一个工读生帮我们研究一个指标就好了 指标有100多种 好 那我们请他帮我们研究一个指标 因为你光一个指标 你就要去统计验证日线 周线 月线 60分 K 30分 15分 5分 对不对 好 那除了统计资料还要帮我们盯盘 好 那100多种指标 我们不可能每个指标都去研究 所以比如说你取了10个指标就好了 KD MACD RSI 布林通道等等的 所以10个指标 你的这个要花在工读生上的这个成本 好 一天 3040乘以10个指标 一天的成本 好 大致上就是3万块 好 那我们以交易日来讲 他帮我们盯盘 对不对 好 那我们一个月交易日假设20天就好了 好 那你3万块乘以20 其实一个月要花出去的这个统计验证 加盯盘的成本 大概就60万 好 所以透过程式去帮我们跑历史资料 去回测 好 其实就大量的降低了我们研究的成本 那么你的交易目标是什么 目标不同 方法就不同 如果您的目标跟我们一样 都是希望交易能够变得轻松 绩效也能够变得漂亮的话 好 那么欢迎各位赶快加入我们Winner酒吧的这个粉丝团 还有我们的这个Lite 好 那更多的这个免费的资讯呢 如果你有需要做咨询的话 好 那我们都可以透过我们Lite跟FB跟我们的这个投资规划师 索取这个免费的资料 好 那很多的这个投资朋友都会私讯我们 想要了解说 为什么我实际真正去做这个城市交易 这个成功的几率这么低呢 为什么失败率会这么的高呢 好 那么针对这一点呢 我们在下一集的节目里面 会再跟大家做一个详细的分享 好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